我们来玩一个婚礼上的一个游戏 我想选三个女生和男生来做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 谁先走到谁面前 有没有女生想玩这个的 举手我看一看 1号 18号 王猛洋 我接下来说十句话 你们觉得我说的这句话 你们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往前走一步 你觉得我不是原地不动 就看谁先碰到 第一条 感情中会优先表达好 好尴尬 你们为什么不动 2 遇到矛盾会当即沟通 第三条 会主动加入到对方的朋友圈中 第四 如果身上有某个习惯对方不喜欢 会为对方改掉 第五条 异地时会追随到对方程式 这哥们什么都行 你发现没有 发现了 没有他不行的 他只是想往前走了 他 哥们你不止小一点好吗 好的好的 你就下去了你这个 第六 在事业和爱情的抉择中 会优先爱情 没他不行的事 我觉得是要解释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是要看两个人去相处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是感情到达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下一条 恋爱后会主动与异性朋友减少联络 邓陈丹的表情大震惊了一下 这哥们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你看 第八 日常相处会主动报备行踪 第九 遇到别的心动的人会坦诚告诉对方 最后一条 好 现在可以进广告了 最后一句 恋爱后会与对方家人亲密交往 三个女生在这十条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 但是最后走到了一起 对 来我们先请三个女生回 你解释一下第七条 你解释一下第七条 那时候相对肯定会减少了 刘洋 刘洋 好 好 好